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按这个办就完了 这也是一种 从党的领导来说 希望文艺能够为人民服务 或者是政治服务 这也是一种说法 但是我还不知道 有一种就是为一种宗教信仰 为一种对神的追求 对神性的追求服务 而且是垄断的 是排他的 对 不讲个人性的 你不管怎么说 照样他出来好作品 对啊 这个稀密话 你可以对他的这个政策 你说你 当然你中国不可能 照抄这个有神论的这种文艺观点 但是他有一个 这个 就是也有这种可能性 刚才您讲那个也非常好 你说青铜器 对 反过来说你说佛教里边的那些建筑 对 那也非常动人 那当然 那有个人风格吗 不允许的 那你绝对不可以有个人风格 宗教艺术的特点都是这样 对啊 宗教艺术不能有个人 你雕佛 你能老讲你个人眼里的佛吗 所以咱们看到的很多 不论是基督化 基督教的画 还是佛教的画 的确你有一种感觉 好像很多个世纪都大同小异 就怎么同样一个故事 然后同样的人物都同样的 以前我们就觉得到这个原创 这个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从现在去看 其实你想这背后 他为什么当年不讲究原创 就他不讲究个人呢 那个时候 个人是一个现代性才开始标榜的 他是把这个上帝把神性打掉以后 个人变成大写了 这时候讲究的原创是个人性 他是俗话 个人实际是俗话 我听到的一个比较极端的看法 就觉得最高股的这个艺术 比如金字塔 或者说是这个注客 在青铜器上的这个文字 就是神圣文字 他叫月神的 因为最开始 这个人类也没什么艺术家 他就是为了这个祭祀 为了什么跟祖先这个通 沟通 所以他月神的东西 你想他做 是完全去掉了个人的 而且他那个心情 是无比的虔诚 意思不苟 而且是不惜功本 那些大教堂的 那是从成本上没法 那么到后来呢 据说是比如说你到了汉朝 你就慢慢看出来 就是开始月人的东西出现了 画一些人的生活 享乐 饮宴 那这种观点比较 比较这个极端在哪呢 就是你看月神的艺术 你看上去这个力量就那么大 对你震撼 哎呦你讲的好 但是呢 你到了一开始月人的时候啊 你看一个人一个鼓就变成有点俗了 你一月人必定就俗 但俗并不是个坏字啊 你理解理解的挺深 下次应该给你发个奖 好 行 那咱们今天得奖专业货啊 咱们得再讲讲这个图优优 您刚才就讲了图优优这个 还有人开玩笑呢 说这算是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过吗 因为523项目 咱们都知道这个清蒿素这项目 是个军工项目 当年这个全国各部门动员 是在越战当中出现了 跟美军的其实是一种竞争关系 就是所以这个图优优得了这个奖 但是现在就有些人说 就说哎 他可不是这个改革开放后的 这个教育背景 对 那图优优真的就是说 就是刚刚建国后教育起来的 他当时是以这个中年中青年之身 加入的这个523项目组 还做出这么大成就 这说明什么 他这科学啊 有科学自己的规律 你那个政治背景 有时候给他一种命名 这个命名呢 比如现在也许觉得不合适了 也许当时命名为是吧 什么 争口气项目 是不是 争口气项目 也可以 甚至你可以命名为 我们现在有三个项目 一个是大寨 一个是大庆 一个是情侯素 三面红旗 那情侯素那时候做出了一个 这是一种命名 有时候我最近特别体会到 因为我个人不是 有一本书 也是文革当中写的 获奖 这个这边风景 对对对 矛盾文学奖 还得祝贺您呢 不是 那矛盾没讲 今天他们谈诺贝尔 别 记住那 您含着不含着 奖金五十万 那以后 奖金五十万 比你这个 这个得祝贺 这个 这个公司多点 可是他也有这个问题 这并不是说是 我当然那里的 也受文革当中的 对文学的要求的影响 但是你如果 进入了文学以后 他得走文学这个路 所以我老感觉 这命名不对了 嗯 是不是 我对这个感想 但生活还有 对 这个我插一下 我给您报告一下 您可能都想不到 嗯 你知道最近 得了文学奖的 那个 呃 余果奖 刘慈欣 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 得了这个 余果奖 对 然后我那天看 他接受采访 你知道他说啊 他说其实 我是受到一些 克拉克阿西莫夫 这些科幻小说影响 他说但是 其实我以前没说 就对我 有一本书 对我啊 影响出人意料的深 他说这个 我有一次碰见王猛 我就没好意思跟他说 是 就是他的青春万岁 哦 然后他说呀 他说我都不喜欢诗的人 是 他说可是青春万岁 偏首的这个诗 我到现在都能背过 是 他觉得您 那个小说 写了就是五十年代 那个时候 建国之初的理想主义 说没有杂志的 非常纯的 哎 对他有影响 你看他的 您瞧 您瞧 多高兴 越遇了余果奖 也爱听好话 这问题就是 你知道这现在是个潮流 是 就是说 三体这个科幻小说里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文革背景 对呀 那 最近还有一个电影 叫做什么 按说 你按说是八杆子打不着的 就是 九层妖塔 什么路川 对对对 九层妖塔 根据一个什么 鬼吹灯 这么个盗墓的小说 但是呢 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文革背景 所以有人预测到明年 可能会出现一个潮流 就是把一些奇幻 或者其他的题材啊 链接上 或者说拼贴上 文革背景 不是 我现在 我觉得这已经开始了 我这次在飞机上看那什么 港版的智取 威虎山什么 和那些原版的 很多文革 以前 张汉宇嘛 都得影帝了 这个文革当中啊 那个医学生的成就 很多呀 什么 一个手指头 这个割下来了 然后给接上了 那都是文革当中的事 您不记得 这个跟文革没有关系 也不可能 中央文革小组 来抓这个手术 只能说当时 他有一个好的医生 那么当时呢 你给 你给他命个名 说这是文革的伟大成绩 那你怎么办呢 人家要命名了 你自个也不能说 我没成绩 我对这个感受吧 我觉得就是 我看到一个科学家的 中国的一个折大的一个老实力文章 我觉得最能表现 我这种复杂的感受 就徒优德讲这事呢 他联想到了一个 就是说当年鲁迅 对这个红楼梦 有一个看法 就是说 你们可能都知道 这话吧 就是说 艺学家 不是 精学家在红楼里边 看到了艺 盗学家看见了银 才子看见了蝉绵 是革命家看见了排满 然后那些留言家看到的是 功为秘史 就是说 一个事情出来了 图优优这件事 每个人都在其中看到他想看的 而且都想用这个来解释全部 比如说 举国体制 这个五二三工程 这举国体制 不仅是文艺是这样 体育也是这样 证明了 这件事证明了 举国体制就是好 这个中医的人呢 看到了 这中药的 这就是中医宝库 我们终于有了证明了 是吧 科学家说 这个是西方的分析方法 你光是中药还不行 这是西方的胜利 包括他跟颁奖的人 诺贝尔文庆奖 他对媒体都在说 我们奖励的不是中医 而是说 他是在中医的基础上 用了这个科学的药理的分析 那我说呢 就是说 其实每个人都在 想用那个局部 来说明这个事 但是实际上 第一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这个文革 它确实在文革当中发生的 可是在 在这之前 我说到这个 这个 姚毅啊 你们知道吗 就是很多人说 这是北大的一个 海归回来的 饶毅 饶毅 生物 医学 医学家 对 遗传 就是神经生物学家吧 他很多人说 是他是推手 推这个药 图幽幼 但是他的看法 就是说图幽幼 不是第一个人 在图幽幼之前 用同样的方法 用中药来分解 西 来用西方的 西医的方法 通过化学分析 提炼出了一个药 而且是制虐的药 这在四十年代 就有 这个人叫 张 张昌少 他是一个刘英 在哈佛工作完 回来以后呢 那时候在抗战的时候 因为日本人 把那个制虐 当时用奎宁啊 但是日本人呢 占领了所有的 这个提炼奎宁的 这个这叫金基纳术 就是东南亚 金基纳术 金基纳术 全占领了 没办法 那时候中美合作 说一定要 因为这个抗战的 军民都跑到南方去 都受不了这个 瘴气嘛 虐气 所以一定要研究这一药 那时候是中美 不是竞争 是合作 在两地都投入很大 但是张昌少 和这个 另外一个刘美的 回来的一个化学家 是领先的 他们从中药 叫长山 也是一种植物啊 长山也是质虐 质虐 他提炼中 长山碱 然后最后 因为有副作用 所以没有后来 这瘴汤素 这个结果这么好 而且这很不幸 就是这张昌少 最后在建国之后 在文革当中 被批斗 自杀了 就后来就没有这个结果 这也是文革 这也是文革 对吧 咱们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 之后见 不过呀 我就觉得这个 涂悠悠这个奖啊 是是 都说中医 那欢欣鼓舞吧 其实不是 这个中国有个 中医科学院 他们去采访 这里边有一个 老中医就说 说涂悠悠这个得奖啊 实际上是让我们 中医界呢 就是又高兴 又悲哀 说为什么呢 说高兴的是 他确实哈 救了很多人的命 但是呢 他就说 他就说如果认为 这个是中医将来发展的路 就是把中医科学化 他说 他的原话就说 那是对中医的不敬 他就 哎 这个说话说的很严重啊 对中医的不敬 这 为什么呢 这个 这些分析 我听了都挺高明 但也都较劲 是不是 您比如说包括这个 那么他这里头啊 从中医得到了灵感 得到了资料 对 比如说他来还是葛红的 这还连中医都不是 这是道士 东京的 他是炼丹的 但是从葛红的书里头 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说明这个 这个中国几千年的文化 他肯定他有许多经验 有多偏方 有些他会没有完全 说清楚 但是他也有些记载 我觉得这个并不足为奇 因为也有 现在也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甚至于公开的 发表言论 认为中医就是迷信 中医就是糟博 中医就是欺骗 中医就是伪科学 伪医学 这个咱不提名字了 也都是知名知名人士 物理学家呀 这是我见过 这样发表这种见解 所以你这个呢 他告诉你 中医里头有很多 能给你提供灵感的东西 这肯定也有 说以后都走这条路 谁说了 没得诺贝尔文学讲的 不文学了 诺贝尔医学讲的 这个药不能吃了 有这么说的吗 是至于吗 至于这么绝对吗 那不有病吗 他那中医悲哀 他是想用中医全面 就不加上 他认为可能加上这些化学 什么分子 什么事啊 什么这些都已经把 原来的中医都给歪曲了 或者是 他那种纯化的中医 从理论到临床 带用药 全得用我们这个 那个对中医的看法 也跟某些人 对细密化的看法一样 是一样的 你这不能说 就不能变 细密化 对多思细密化 是啊 你细密化 他也是有变化 有发展的过程的 是不是 就是到后来 中医不许发展了 至于到底是发展成跟西医一样 估计也不至于 那样我等于把中医也灭了 但是就说 您这生活经历比较久 我发现 你要公开说 这谁也怕得罪中医 也怕得罪西医 都不敢明说 但是实际上 谁心里对中西医 你自己得病 你就能有个看法 我大病都是找西医简单的说 你这辈子觉得找中医灵过没有 当然有啊 你那个感冒的很多药 都是中医的药 西医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冒 还不如中医的药呢 那么感冒充剂 板栏根 什么灵窍解毒丸 但是你看 所谓的科学检测 指的是 我问您 您说您感冒好了 那么你怎么知道 是吃了这个中药好了 还是说你没吃这个中药 它本来也好 吃了舒坦了 因为板栏根 我也特爱吃的 汤水似的 很舒坦了 我说吃了以后 它舒坦了 这很简单 还有些 主要是心理作用 还有些比如说 这个便秘 嗯 那我就觉得 是中药比吃 这一类的药多得很 不是 他我理解文涛说的 那的确就是说 西医的人 或者信西医的人 容易说 你没有 你都是一种模糊的 中医又爱用复方 一开就开了七八种 到底里边哪种成分 是真的有效的 你只有用西医的那种分解 找出其中一个 它是青蒿素 就是这样啊 就其中只有青蒿 它原来那图幼幼的 那个小组 它排出了 不知道几百种 是甚至上千种 其实都没用 咱们是一种 一说的好点 就是说我们是综合式的 啊 我们是看的是整体啊 经脉什么整个 你是头疼一疼 你只是那一份 但是实际上 现在的走向 是要从分解的 你根本就没有解剖 对吧 然后还要有 从更细致 你就那一种 是最有效的 其他还可能有副作用的 现在北京的中医医院呢 它在体检方面 它已经大量的采用西医的 这些 B超台有 CT台有 艾克光台有 但它开药的时候呢 它现在也不拒绝里边虾 比如说你炎症非常厉害 它就是中医医院 它给你一开 也是抗菌素 甚至我现在 反过来说呢 一上西医那儿 就治感冒的时候 它看你又不太严重 说你这个算了 也不用吃什么 这个消炎药 因为你它病毒嘛 我给你开点板栏根 开个成绩 这都现在都常有的事 甚至我看到有些 说谓退烧的 那个什么中成药什么的 它里边有西药退烧药的成分 咳嗽的药 我也是吃的中药啊 什么穿胆 什么蛇胆穿背叶 什么念词儿的 什么琵琶琶琶琶 您觉得毛主席信中医吗 这我闹不清了 当然毛主席指出了这个 他也不可能完全信 也不毛主席的名言 就是对医生的话 不可全信 也不可不信 这不是中和啊 这个倒是 这个图悠悠当时就是毛主席路线 图悠悠是本来是西医 当时毛主席 要不是毛主席真是英明神武 这是毛主席说 西学中 当时毛主席提出一条 就是说搞这个情豪素啊 我们要走这个西学中 就是过去西医的 来学一点中医 所以你看图悠悠正是在毛主席的路线指引之下 而且我跟你说 图悠悠为什么现在 他说他一个三无科学家 就是说他没有博士 没有海外背景 也没有什么院士头衔 他居然做出来了 只有在那个时候 但是这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就是在文革的时候呢 已经你看张一萌那活着 你就看到 就是说那个院士 当时的院士 或者有海外背景 全被打倒了 全已经都不能行医 不能做实验了 所以这时候呢 这种大 因为是跟越战 什么有关系 又要组织大量的人研究 就这些助理科学员 当时图悠悠他们 就是助理科学员嘛 而且是国内背景的 是信得过的 他们就能当主力了 是有证明 但是你问题 你到了现在 这个科学又发展了几十年了 您还要强调 这个就是说 我们就用这个 没有海外背景的 没有西学的 那不可能了 他这个里边 实际是有一个倒之争的 就是我就说啊 咱说的是在这个树 这个层面上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图悠悠得奖啊 就掀起一股思潮吧 就是说啊 这个中医 确实是有有用的东西 但是呢 你们可以用科学的手段 去检查 去发现 去提纯 去试验 但是呢 中医的这个基本理论 不科学 可以放弃 什么阴阳 经过 对 就是这个 他这个基本理论呢 你要当文章看呢 特别有兴趣 哎 我特爱看 但是这基本理论 能不能治病 这我不知道 但是这里的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想或讲 医学讲 而且或是瑞典那发的 诺贝尔讲 你没有整个西方的那套 素养啊 方法呀 数据呀 是没门 但是你医药的主要目的 不是为了获奖 是为了治病 对 你能不能治病 还关键还在这 对 中医的治病的效能呢 可能 有些地方 他还没有那个西医啊 有那么多的数据 那么多图表 那么多的实验 在那堆积着 但是从经验上来说 从历史上来说 当然有啊 那中医怎么能不治病呢 他不治病 这几些年这些 可是我理解 我听说 他这中医是有成果 可是他 他没法理论化的 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 他的确强调 就是说 师父 每个人有个人 我只能我这个人 看你这个 经脉气 我开方 他不能像西医那种 完全就是量化 可以传递 可以传递 可以变成工程师 数据化 甚至那天来个西医 就跟我说 他就说 那中医治病管用啊 安慰剂 他说我们西医里有安慰剂 西医也有 就假药 对 你要经过西药 您说您得吃了这个 您觉得好啊 我那个治便秘 可不是安慰剂 你安慰完了以后 他马上来进厕所了 他那个安慰 他那个安慰主要是指着 让你心里一好以后 他的确是跟心里有关系 他的抵抗力增加了 我觉得至少 谢药 这玩意不是安慰剂 不是 这应该是 是不是让你 没想到 不是安慰剂 反正是安慰剂的 咱们天天给他吃八豆 让他吃 忍都忍不住 吃两礼拜以后 让他再 再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一点 我跟王老佑同感 我呀 其实是特别愿意 中医博大精深 就是我从审美上 那么我就觉得 这东西太好 可是呢 真正我看病 就大部分还是找西医 我跟你讲啊 看病主要是讲西医 电视台 不是柜台 我还闹不清 养生节目 主要是找中医 中医 西医在那给你讲几个 化学什么那些名称 那个药片 现在西医药片 您能记住几个呀 要不然就是晕 要不然就是困 对啊 中医那药片 那药丸子多好听啊 六神什么 六神丸 多棒 上电视讲养生的 王老师 也有的被取缔了 有 还有假的 还有别人 让我们骗 让我们骗 那张五本 张五本 绿豆汤嘛 绿豆汤 多了 我觉得 还有这么一种观点 您听是怎么样啊 就是说 认为呢 这个中医和西医 过去这两个概念呢 是个空间上并列的概念 认为 有个中医 有个西医 但是这种观点认为呢 它也许是一个时间概念 中医是传统医学 所谓西医 不是仅仅仅仅属于西方的 你现在看到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院 都在干什么 全世界的医院 它是个现代医学 我告诉您啊 我这就发挥一下 我这年龄优势 五十年代就中医问题啊 中央啊 发布一些指示的时候 好 处分了一个卫生部的领导干部 他姓什么呀 我也都知道 但是我呢 由于没有手底下没有材料了 我怕回头传出不实之词 不合适 就姓王吧 他那个人呢 他犯的错误 国党认为他犯的错误之一 就是他把西医 中医 更名为西医旧医 哎呦 那就说我呢 你刚才说那种 我总结一下 以前有过这种 就是说 所谓的中西之争 实际上是古今之争 是啊 就是什么 因为你这 一说我们就说 那中医要不要现代化呀 可是现代化 实际上就等于是西方化 那么这样呢 大家可以 谈现代化 大家都能接受 现在比较好接受 传统总要进步吧 可是问题是一说到进步 一现代化 就涉及到了西医 西方 这个时候就开始有这种 我觉得就有这种民族文化的这种 心理上的不舒服了 或者就觉得 那我们博大精神啊 凭什么我们不能用中医 我们自己进化呢 为什么要掺和到西医上进化 我觉得中医是有一种不服气 不 我问你 这么说 圣经博大精神吗 嗯 博大精神 对吧 对啊 那么但是呢 这个是不是这个上帝说有了光就有了光 上帝说有了亚当下巴就有了人是那么来的 你科学怎么认可这个事实 但是呢 你说这个 哎 圣经的这个这个力量 对 也可以说拯救过很多灵魂 拯救过很多生命 嗯 我觉得你这把两个事混起来啊 那个是一个灵魂的事 对吧 你不能说神基督说我在水上走 我就我信神的 我就蹲一下跳太平洋里去了 我能活吗 肯定不能活 对吧 你那是灵魂精神上的事情 你不能 我 你这个医你是救命的事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 这也是我看来的一种异端啊 异端的观点 就是认为就是说 哎 就好比说我们讲这个皇帝内经 这个作者 他就举例子 他说就好比像说圣经 哎 是博大精神 确实博大精神 他好像也历史上 也是起过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呢 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牵涉到 所以我就说 你要把中医当做一个宗教 那咱们就可以有 他有可比性跟这个宗教 因为你对宗教人士来讲 我看有些这个异端 他就觉得你认为中医就是毒神了 他认为中医是类似于宗教宗教的一种东西 那么你就要彻底到 比如连基督教连佛教都有一个近代的 穆斯林教现在就不是这个 完全有很大的争议啊 你跟这个现代性已经是一个世俗 怎么来跟科学什么整 怎么来进步呢 你能改吗 圣经 这个刚才您说的理论呢 我说一个我自己的实际的经验啊 说理论呢 讲寒淑 讲造诗 我说的 这就是 慢慢来 黄小博 我说的 这就是 我说就